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中午好 今天是星期二也是10月11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中午12点08分 那昨天呢 华尔斯家基本上是波动不大 因为没有主要的经济数据公布 也没有什么大新闻来刺激它 它还是根据那个主要是上个星期五吧 美国有发行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那个CHEAP4 就是针对那个半导体的那个产业 导致呢 那个重创了一些高科技股 特别是NVIDIA、AMD这些主要的 直接会影响到他们在大陆销售的一些晶片 所以呢 导致他们短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个反应 导致呢 昨天呢 基本上是 目光大部分是在转移到那个科技股 所以呢 对于华尔斯家基本上是 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影响 那昨天基本上是有下滑 我们来看看那个道琼 道琼他昨天呢有下滑 还没有跌破三个礼拜 就是前一个礼拜的那个 就是9月底的那个低点 9月底的低点是28,725点 昨天呢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基本上呢他还是下滑 下滑的力度呢是到29,000 差一点点就就越过了哈 就是说呢 他目前来讲是 称在29,000点的那个水平里面 可是应该是短期里面 因为主要行情在 这个礼拜是在关注这个星期 星期四吧 星期四有两件事哦 星期四凌晨2点呢 会公布那个三个月的 美国联邦储备局开会的那个 所谓的内容 就是说呢 哪一个头要升多少 那个利息要升多少 就是有谁反对啊 这些 这个我们会看他的开会的内容 看看来 就是得取一些 对美国央行的一个看法 OK那个可能会 如果有太大的争议的话 可能会导致呢 星期四凌晨2点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那星期四晚上的话呢 8点半就会公布美国的 这一 第三季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CPI 就是那个消费者指数 那当然市场里面有一定的盘算 主要如果是CPI 还是没办法把它压到 0.8以下的话 可能呢 接下来的那个 下个月的那个 联邦储备局开会的时候 可能会把利息重复的 再拉上百分的 就是75%的一个调整 或者是1%的一个调整 都有可能 所以呢 要看这个星期四 公布的那个消费者指数 如果是他没有 真的是没有下滑的话 可能会因此 因此呢 会导致那个联邦储备局 再加力加码的话 再大力的把利息给调高 这个是市场 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看到 华士价基本上是有这个顾虑 那昨天S&P500也是一样 没有突破 9月底的那个低点 9月底呢 市场来到最低呢 是3584点 昨天呢 最低来到3588点 8点 再查那个4个点数 OK 几乎就要越过了 可是呢 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 不明朗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 其 除了这个礼拜 关注那个美国的消费者指数之外呢 其实比较 比较受关注的 就是 欧洲的那个 债券的那个市场的 可能 崩盘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 经过 9月 9月 最后一个礼拜 英国 把税务 那个 就是有那个建议 就是要把税务给 降低了 导致呢 全盘呢 它的债券市场受伤了 导致那个很多 那个养老金呢 基本上呢 它的库存里面 有很多这种债券呢 基本上是 已经碰到 要补资金的那个状态 所以它大力的抛卖 手上的一些 比较有产业的 比较还有 还有价值的一些 产业就是 包括股票啦 包括 债券 所以呢 导致这个 昨天呢 英国央行呢 又在进场 大力的 就是双倍的 在扶持这个 所谓的 英国的 债券市场 可是 它会这么大力的 支持那个 债券市场呢 就是告诉我们 它的问题 是蛮大的 那我们 关注的是 这个 可能会引申到 整个欧洲呢 它的债券市场呢 可能也要面临一个 可能要被收割的 一个可能性 因为呢 如果是 英国的 英国的债券 已经撑不了 它可能会 它真的是 会影响到 欧洲的那个 债券市场 特别是意大利的 债券 西班牙债券 跟那个 跟 德国的债券相比的话 它的那个利差呢 就会越拉越远 导致呢 可能大家都会大力的抛售 欧洲的债券 这个就是我们最 不想看到的一个画面 可是呢 那个风险很高很高 比我们目前 关注那个 通膨的那个 目前的 在关注那个 通膨的那个东西呢 我觉得还要 更严重 所以大家可能把目光 转移到欧洲去 看看 英国的债券市场 是否也能不能撑得住 因为呢 它已经 昨天呢 是双倍的支持 就是 以资金的那个力度来看 它是 大力的在撑盘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上个星期五 美国实行的那个 那个新的 这个 半导体的那个 新的 政策的时候呢 直接的 我们叫做 chip 4 直接会打压到 那个高科技股 特别是美国 就是整个高科技股的那个 做特别是 生产那个 晶片的那个产业 直接打压 因为呢 它要限制 这些公司呢 直接跟中国大陆呢 有一些商务 上的一些 往来吧 ok 所以呢 这个呢 导致市场呢 以目前来看 是一个不明朗的 一个看法 导致昨天呢 NASDA100 直接突破了 9月底的那个底线 ok 来到1824点 这个是 主要 股指里面呢 是第一个突破 上个月的最低点 也是今年的最低点 所以呢 怎么看呢 都是 不是太太过明朗 我们怕的是 这个东西呢 可能 加上那个 刚才我讲过的那个 欧洲债券的一个市场 如果是真的是崩盘的话 会把整个股 股市给拉下来 这个是 这个月份 最 我 我认为风险是最高的一个可能性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欧洲债券 ok 我们来看看亚洲盘吧 亚洲今天呢 香港股市呢 又在创新低了 就是今年度的新低 今天呢 突破了17000点 来到16869点 已经 已经 达到今年的最低点 这个股市呢 香港股市 从很多方面来看呢 都是一个不明朗的一个市场 短期里面 还可能会继续的下滑 ok 上海中和指数今天也在跌 可是今天有拉回来的一个现象 在中午的时候 从那个最低点呢 突破3000 3000点呢 来到 2953点 那这个呢 基本上已经说掉这个 这个 这个 熊市 这个 这个牛市已经 已经不见了 因为这个点呢 我 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 2957.8 这个点呢 不能突破 今天早上已经突破了 就是说呢 现在我们要看了 这次 整个上海中和指数 已经变成一个可能 跌的 那个 那个面积的会比较大 所以变成了我们认为 短期里面 它还会继续的下滑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要大家要 可能要 去做 做调整吧 日经指数呢 今天也是下滑 ok 也跌破 上个礼拜的一个 一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就是刚 刚好是26633点 今天早上突破了 现在 以目前来讲呢 还是属于是 一整天最低的一个价位 来到26398点 这个是 这个礼拜里面 就是只有两天的交易 可是已经刷掉 上个礼拜中的 那个星期三的一个 一个最低点 可能呢 短期里面它还会继续的下滑 ok 我们来看看 美元对日币吧 美元对日币 几乎是要突破14 145.5 14 145.9了 可能会直接冲到146以上 所以那变成呢 我们今天看到 昨天最高价是145.880 所以就差那个10个点数 我认为它突破的 那个可能性很高很高 它直接会往那个147 147迈进 147.67 就是之前的一个 1998年的高点 可是我认为这个行情呢 可能会直接刷到1994年的 1990年的高峰 就是160.40 这个是比较有可能的一个价位 那个英镑呢 因为昨天呢 是美国那个英国央行呢 也在市场里面 在做一个扶持债券的一个动作 导致呢 本来是要跌的一个英镑呢 昨天也是没有跌很凶 基本上是也稳住了 这个呢 可能如果是英国央行呢 在进场的话 大力的扶持那个债券的话 可能会导致它可能会涨 可是短期里面 我看这个市场呢 是没有什么力气 OK 短期现在是保持观摩的一个状态 我也不想要在短期里面有一个仓位 因为我觉得做多也不对 因为它的基本理由不在 再来的话 在这个价位叫我空的话 我是有一点 我是有点顾虑了 我是想在1.20那边做空 我会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可是行情能不能来到1.20 那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呢 我短期里面是保持观看的一个态度 欧元呢 跌幅呢 就比较大一点点 已经突破了 百分之六十二了 这个从0.9536到1. 将近一块钱 它目前滑下来了 已经目前到了0.9675了 这个呢 已经超过百分之六十二的一个跌幅 能不能撑还是很难讲 因为呢 它基本上是要跌的 所以我也不想在这个价位做空 做多呢 我根本没有什么理由 因为呢 基本功又是不对 OK 所以变成呢 如果是这个欧洲的债券的 那个爆发之后呢 可能就会把欧元给拉下来 大大的给拉下来 比较有潜力的 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就是美元对加币 美元对加币的涨幅呢 那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OK 这个呢 是一个看法 OK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看 看石油吧 石油昨天呢 一冲的话 就是来到93.64 今天开始有一点下滑的一个现象 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呢 自从那个石油出租锅已经 同意就是要减量 一天呢 大概是200万桶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已经巩固了那个 能源市场 这个是长期来讲 应该是比较 对这个石油的价格呢 肯定是会比较有利 所以呢 什么时候回去一桶100块呢 我觉得是不会太远 那这个今天有做调整的那个力度的话 我是很想在90块以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已经挂了单了 从那个89块 88块87块 我全部已经挂单 希望是它 还可能再滑下来一点点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机会进场 就是从89块到87块中间呢 我已经挂好多单 我是想要进场的 OK 因为我认为市场是时间的问题 它肯定是回到 到回去那个一桶100块的一个价位 那目前来讲 以目前我们来做分析的时候 最近它最高的价位是103吧 OK 这个 可能是 我认为是103的可能性会高 OK 我的目标是 从100块开始获利 101块 102块全部要出场 然后再观看 看看有没有在机会 在补单 OK 在那个黄金市场呢 昨天也是有 还是继续的下滑 很不幸的 我已经做多了 可是呢 目前来讲呢 还属于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长期来讲 如果我认为 没有突破1600 1614块的话 还算是可以做多了 OK 我还是保留着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看法 我是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 补单继续的做多 基本上我大概有三个仓位 已经开始做 昨天在比较低的价位 再补多一个多单 希望呢 这个行情呢 会稳住 稳住下来 然后呢 看看你没有办法 从这边呢 开始往1800块迈进 银那方面呢 也昨天也在跌 今天早上又再继续的跌到 目前已经在20块 每盐次的一个水平 今天最低到19块4毛6 还会再跌吗 也很难讲 因为呢 这个跌幅是有点猛 因为我原本认为 这个跌幅应该是比较温和一下 可是呢 目前来看好像是有点挫折了 可是没关系 反正我的那个支出单 已经挂进去了 顶多就是亏了那一笔 长期的讲那个是定价常识 我们来看看虚拟货币吧 大致上全部都下滑了 我们来看看一个小时图 一个小时图呢 我们看到今天呢 那个比特币呢 已经将近在19000块 还会继续的下滑 大致上呢 有一些比较小的币 已经突破今年的最低点 或者是已经目前在今年的最低点 这个整个画面呢 就是告诉我们 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特别是以太郎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可是这个跌幅应该是最后的一个跌幅了 之后呢 看看如果它可以稳住的话 我觉得它涨的空间是有的 这个是我目前对整个虚拟货币的 这个空间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短期里面还会有一波刷下来 把那些多单给全部给消化掉 然后呢市场再可能一个大翻转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以太郎来讲 我真的是认为它真的是可能会继续的跌 跌到什么地方 可能会跌到1180块左右 这个我们来看看日线图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刚好就是这个价位 1180块这个空间里面 我认为开始比较有可能来一个大翻转 我们来继续看 到底能不能发生 Ripple它本身继续的 昨天有在涨 今天呢 对不起 前天有涨 来到0.9480 可是呢 昨天大致上都是跌的 今天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你看 昨天的那个跌幅是有点凶 所以这个都开始划下来了 大家都要知道 多7天 就会公布这个Ripple 跟那个美国接管局的那个官司 达到怎么样 OK 可是我还是认为 不管它的公布的成绩是怎么样 如果是赢了 它可能也是会划 因为呢 到目前来讲 大家都已经看好 这个官司可能会打 一直买它涨 涨到那个程度 如果是公布了之后 就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的 保留多的仓位 可能它会平仓 如果是公布的那个结果是打败了 打输了官司 那个更糟糕 那个马上就会大量的被抛收 所以呢 不管它官司打赢还是打输 我认为它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一点点 在那个还有7天的一个就会公布 我们来看比较 就是别的币吧 别的币你看这个是Cardano 这个是Trop 这个是新币 我们来看看它的日线图 这个是新币 这个币历史来的一个最低点 0.39 今天早上来到0.3838 把这个也是它这个币 从它发币到目前的 是这个最低的一个水平 Solano还没有突破 目前讲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价格 大概30块以上 这个Polygon Polygon也是开始下滑 可是没有突破 币安币呢 已经开始好像要还是好像要下滑 因为最近我们知道 币安呢它的那个教育所呢 好像给人家切入了 倒走了很多很多那个币 听说是有大概值8000多万 所以变成了这个短期里面 对这个币安币呢 是有一点负面的一个新闻 所以今天呢也跌到267块2 我们再继续观看 这个Sandbox也是跌了 应该是很快就会跌破今年的最低点 这个也是要被关注的 今天来到0.77 OK 它最低来到0.73 如果0.73撑不住的话 跌的 突破这个0.73的可能性也是很高 Atom呢 Atom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宇宙币 OK 宇宙币的话 今天也是下午了 我们快去看看它的6个小时图 60分钟图 今天也是跌了 很快就会迈进11块8 对呢 这个也是看来也不是太过好 Ever Launch Ever Launch也是今年度呢 应该也是算是创新低 我们看看那个日线图 对了 从这个币呢 开始发行至到目前呢 今天早上来到15块7毛 这个也是它历史来到最低的一个价位 基本上呢整个虚拟货币呢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那个经典币 以太郎经典币也是昨天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已经来到1.27了 来到22块7毛6 比我预测还要再低 所以这个也是很快的 如果突破22块1毛半的话呢 它肯定是要把这个绿色的那个格子呢 给删掉了 就是说端期里面它还会继续的笑话 算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